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鲜 今天我们接着来搞黄金 还是首先我们从日图来分析 从这个图来看 很显然黄金现在是沿着21均线 在走一个特别强烈的下跌趋势 现在还在21均线的下面 上个视频我在这个位置 就想抄底了 觉得这里这条线会有一个很强的抵抗力 面倒他一下子就穿破了 还好就是我有及时的止损 如果现在你没有止损的话 你现在还是有浮亏在上面 现在什么都不能干 所以止损其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止损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再找一个机会 把你之前的损失再夺回来就可以了 就不要抗拒止损 我们说十次交易 你有六次能赢的话 你就可以盈利的 或者说你盈亏比较做的比较大的话 你四五次盈利的话 四五次胜利的话呢 就可以把之前的这个损失都给赢回来 所以不要抗拒 千万不要抗拒止损 好我们接着来看 那他现在到了这个位置 那我们还是最好不要看多 还不要看多 因为这个下跌的趋势 他很难就一下子就反转过来 那什么时候看多呢 就在这个 我是觉得这条线的上方的话 稍微可以看个多 或者说是在这个21均线的上方 下个要上到20均线上方的话 再考虑看不看多的问题 现在呢最好还是看空 因为在这个线下面 而且还是在一个小时的均线下方 好那我们接着看 那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吧 我一般都看日图还有四小时 还有日足啊 那四小时一看还是这个75均线起作用了 就一直沿着这75均线 都是往下均线都是超下的啊 所以呢我们看空的这个会比较有利一些 那我们现在价格上正好到了一个200均线的下方 如果我在这做空的话 我看一下做空的话 他这个盈亏比就比较不错了 他上来的话呢 我们就止损 那下到这呢 下到这个位置吧 下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只赢 所以盈亏比这么一看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所以我想在这儿做一档空啊 我看一下啊 现在是东京时间的下午1点左右 你再看一看吧 来了这个尾巴出来了 又来了这个 这时候我就准备下一档了 到这个位置就直赢了 就在这个过程一定要说是守住自己的原则啊 不能说有一点盈利了 你觉得不对了就赶紧跑 他这时候就下来了吗 到了这个位置 他实体已经突破了这条线 我再看一下 是看到吗 还突破啊 啊 他又跌上来了 这时候我想止盈吧 不是干脆 你就不贪大 就在这个时候就止盈也行啊 我是一般 想多看一个小时 创击21局线又下来了 现在我们看啊 他现在这个规律呢 还是在均线这个附近做空比较好一些 在这个地方做空很容易就抓一个 抓一个大底 往上给你套一下子啊 就 没有必要在这儿做空 因为他再往下去的话 他一下子不可能 不会说下去那么大 到底部稍微稳定一会儿呢 我们再考虑在底部做空 哎我去这真下来这么多 没事再等一等 到均线附近 再抓啊 我说啥你就来啥 看看 又到了75 回测一到这儿啊 回测一下这个价格 又传上来 那这时候在这儿做空的 如果不止损 就觉得啊 他突破了这条 这条这个 白线 就肯定是下跌了 一下就抓住了 一抓住可能 一阵都截不了套了 又穿过这条线啊 你在这儿 再做一打吧 穿上那条白线就止损 这时候只赢的话呢 到21均线附近就只赢了 这时候其实就想跑了 因为他这波上涨有点太大了 再看一会儿是 这会儿就跑一段 这没自信呢 这句话啊 又下来 这让价格走一走 这让价格走一走 这做空气单呢 能冲到底吗 我先来个电话 我接下来看啊 看能不能到这下来 到这个位置我就可以了 我就知道了 能在这儿就是尴尬的地方 然后他就上来 那就没办法了 还在这儿只要画 还是他就是这么个走势啊 就像就大家总是画的那个通道是吧 这也像个通道那种感觉 这种 咱先给它画出来吧 做个参考 然后上面也是啊 这种 其实通道挺管用的啊 因为他们说这个都是用电脑来下单嘛 到了什么值 他们自动会下单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通道 所以这通道其实 我掌握一下还比较好的啊 可以做参考 但是我们现在呢 是绝对要做空的啊 做多是比较危险 那我们就看 他到了 他这个位置呢 测了一次 又测了一次 他到再到这儿了嘛 你再测一次 再做空一次试试 75他又下来了 又上去 这种呢 这种单我是比较喜欢做的啊 就是教育大家个小技巧 这时候就可以做多了 他上去的可能性会很大的 看一下 就做一个小时 这种下来 然后来个大洋烛 把它全包掉 那做一个小时也比较好的 就概率比较大一些啊 吃一个小时也行 就认真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我会 其实有很多 就是市场里面有很多小小技巧啊 大千呢 还是知道蛮多的 但是说 说实话啊 就 那些东西都不想 真的不想跟大家就是 免费的跟大家讲啊 因为那些 我也是经过了很多 钻研啊 也算是真是受慰藉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 告诉那些 就是我很讨厌的那些小黑粉啊 我 我不想告诉他们 所以就可能在视频里边 哎 比较小的细节呢 我会说一下啊 认真看的朋友呢 那就是福利了 好吧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啊 市场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概率很高的 就找那种概率很高的地方 你先 呃 做的也行 但是呢 不不可能靠那种小技巧 你就起价啊 你只能赚一个小钱 小廉花钱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接着看啊 最好做趋势还是 做交易还是就是抓趋势 抓趋势最爽的 不要怕 就是说你最近 呃 这段时间你输钱了 就像我前一段时间 也是做做复盘啊 稍微输一次 哎 看那些小黑粉全上来了 说你这个不行 是不行 就好像输钱 做交易输钱 是万万不可以的事情 这么想的人啊 我跟你讲 他永远都 他都赚不到钱的 你就放心 大家千万别这么想啊 你就要看的是整体 一定要看整体 这一年里边 你能抓住一个 趋势 你就把这个 之前的这所有的 那个损失都补回来了 而且你在盘整期 容易爆仓的时候呢 你把自己的私心守住了 你这样就赢了 你能做到这一点 就很厉害了 我今天又 聊远了啊 咱再看看 还是复盘 到了这个位置 它来这个下跌 你现在还是这种 通道盘是吧 然后是三点左右 再等等 到这个线 这是我们可以做一打 信不信 看看这通道 有没有用 下来 或者就在这扎下去 看这通道起重 你就扎下去 然后它又上来了 那咱们就止损 这是不是有点弹了 这块 通道 没有吗 这就是拿着 它上去了 那可能就要反转了 咱们这时候止损 就对了 然后就就看看多了 这样对你一点坏处都没有 我看这通道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没什么大用了 它在这来回盘着 那这时候拿住了 你就赢了 看我呀 拿住了 你就抓大的了 这时候基本上 算是到这条线了 算不算到这 那就拿这么多 已经够了 看一千多点 拿这么多 已经够了 再等机会 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下来 没招了 就不要它了 你看不过这条线 好像还真挺起作用的 是吧 就说大家也别就是说做黄金吧 就只做黄金 完了别的 就可能初学者 你可以就光做黄金 然后别的你就 稍微看一看 最好你能做两三个货币对 因为你像黄金这种时候 没有下单 下单的时候 你就会很熟很痒 就如果你只决定做黄金的话 就瞎就容易瞎入场 最好两三个货币对一起看 然后你最好呢 再抓那种 有关联的那种交易商品 你就进行交易 然后在他们两个关联当中呢 你找一些 就是就那种 就比如说 美元日元 然后欧元 美元 他们两个基本上无够key 就是动作都是属于相反的 但突然间 他们两个动作一致了 你这时候就想想 他为什么会一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找那些 不寻常的这种规律 出现的时候呢 那时候就是赚钱的机会了 就说最好 别只交易一种货币 货币对 那这种时候你会很尴尬 因为没有这个入场机会嘛 你就会逼着自己 想赚钱就想入场 看现在沿着21均线走了 刚才这时候又一直拿着啊 这些都是马后炮的事的 我就从来不 不后悔的 下单只赢了 你就只赢了 这黄金跌的太厉害了吧 跌的离谱啊 这有点 反正觉得这么跌 还没啥意思 既然跌到这 咱抓不住的话 咱就等到 等到这个 这时候应该进一段 刚才 哎呦去 就是你看手多痒 就手贼痒痒的 哇 哇 痒死了 我的手痒死了 不过你这时候手痒 如果你在这手痒 一下你就被抓住 所以一定要学会等待 这时候你可以再进一段了 然后上二级均线你就止损 哎呦去真止损 耐得住寂寞的 是吧 耐不住寂寞你就赚不着钱了 就在下一单呢 玩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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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玩耐了 他是不是又要盘整 其实我这我再试一单 你还要上去吗 玩犊子 跌到最低点的时候 咱想起做空了 但是还是想空啊 这时候还是想空 这条线就没用了 你看虽然我就是没 也是止损很多次 好像没赢几单 但是这资金还是一点点的增长的 做交易你就别想着 说是你除非你这波一直都拿住 这波一直拿出来 你这你就暴力啊 这一下子 刚才就是没拿住吧 是不是 最多人就说 你要能抓住一波趋势吗 趋势力量就在这呢 你要抓住了 那就多爽啊 这波 这这几千的几千个点啊 刚才咱们一直要是拿着 那4000多个点啊 刚才这个点入的多好 就就那个通道一下子 没拿住 刚才这通道画出来 这一年今年这黄金这一年 可能这个趋势是最大 再抓也抓不住了 那一年这个趋势 我以前总说嘛 一年你只要抓到这一个趋势 你就赚大了 但是呢 如果你总是意味着想转 抓趋势 有的时候他这个盘整吧 你这个盘整期间呢 你就没没办法 就是很快止盈 很快止损 只抓这一波趋势 就是那种观念 就是转变不过来啊 所以我就总说嘛 这个盘整期和趋势期 如果你能很好的把它转变过来 那你就是非常厉害的人了 像我现在就是 如果我想抓趋势的话 我就一味着看趋势 一味看着大趋势 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做空一单呢 到这个地方我可能不止赢 我上来了 我又打直随 就这样 就这样这样的话 这段时间总是数 然后你这个心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呢就是 我现在就想呢 啊 还是说先做这种 比较算是比较短的 我这种算是比较短的 那种超短的人 那就就更更别想做了 别想赚钱了 我这么做都有点短了 然后就是说 在这个盘整期间呢 我还是把自己的盈利 稍微固定一些 然后这种趋势呢 就是要有自己这个 要有这个想法 要告诉自己 如果趋势来了 一定要拿住 但是你看刚才 我拿这么多 就已经很满足了 那没想到他一下子 都下到这 就是交易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就是盘整和趋势 这两个之间 你能够很自由的转换 你就是一个高人了 所以复盘的目的呢 第一是验证你的交易方法 第二就是说 你要把你这个观点 能够转变过来 能够能够 及时的识别出市场 它现在是出现了盘整 还是出现了趋势 我应该怎么拿单 所以这复盘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我就是因为复盘 才让我的交易进步了 我这么多年 我做了六年 我怎么也怎么的 也比你 也比就一些小白强吧 我靠这个吃饭呢 兄弟们 有些人上来就是评论吧 我想就是怎么讲呢 评论的东西吧 就是说 一看就是小白 但我不反论你评论啊 那我希望就是说 评论那些人们 你们也用一种 谦虚的这个态度 谦虚的这个语境去说啊 你先如果你是一个很牛逼的人 那你评论呢 就是说啊 有点有点那个 说教空吻的行 你要是说不是那种人的话 就是没法靠这个吃饭的话 那你就谦虚的去学 今天我 我就先复盘到这吧 时间要太长了 整体来说 还是稍微有点盈利吧 虽然说盈利比较少 但是能做黄金 能做这点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好 那今天视频先到这啊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